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你的慈善机构做哪一类型的工作也好 情况时不时都会可能发生变化 你需要通知ACNC的四大变更 包括你的慈善机构名称改了 你的地址改了 你的管制文件改了 或者你更换了负责人 当我们讲及你的慈善机构改名的时候 我们所指的是 你的慈善机构的法定名称 是你用在法律文件 或者其他好像是信托契约 或公司宪章这些官方文件 又或者是当你的慈善机构成立为公司时 所登记的名称 你很可能正透过正式文件或正式程序 去为你的慈善机构改名 请记得通知我们 如果你可以公送达文件的地址改了 你亦都需要通知我们 这个地址是指你的慈善机构的联络地址 它可以是一个实际地址 或者是电邮地址 不过无论是什么都好 你都需要检查是否正确 如果它改了的话 就需要告诉ACNC知道 你间慈善机构有些什么管制文件 视乎它的架构而有所不同 它可以有宪章、规则、信托契具 或者特殊的教会法规 如果它们有什么变化 你都应该告诉ACNC知道 你的负责人 是你间慈善机构的管制单位的成员 例如是董事局 如果它们加入或离开董事局 又或者它们在董事局的职位 如果它们发生了变化 你都需要通知ACNC 那你在何时之前要通知我们呢? 时限视乎你间慈善机构的 规模大小而有分别 全年收入少于25万的 属于小型慈善机构 全年收入25万或以上 但少于100万的 是中型慈善机构 而全年收入100万或以上的 是大型慈善机构 针对上述四大变更 如果你是小型慈善机构的话 当你知道这些变更的时候 你需要尽快通知ACNC 但不能超过60天 对中型和大型慈善机构来说 在知道这些变更的28天之内通知 如果你不通知我们 可能会有惩罚 在ACNC成立的头两年 我们会将注意力 集中在提供指导和教育 来支持慈善机构 让他们知道需要如何去做 你也应该知道 通知ACNC有关任何这些变更 都是免费的 如果你的慈善机构 严重违反了ACNC条例 管治标准 或者更改了你的慈善机构的慈善目的 你也需要告诉我们 严重违反 基本上是指所违反的东西太严重 会影响到你的慈善机构的登记资格 它可以是你的慈善机构发生重大的欺诈 也可以是一位董事局成员有一天突然提议 不如我们不要再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 改为开间商业机构 如果你听他说 跟着这样做的话 你就再不是追寻你间慈善机构的慈善目的 那你就需要通知ACNC 通知的最佳途径 莫过于探访瀏览我们的网页 对所有慈善机构来说 无论规模大小 如果你察觉到一些可以影响到你间慈善机构的登记资格的变更的话 通知期限是28天之内 不如现在停一停 说一下当你知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 听上去可能有点奇怪 但它所指的是时限的考虑 并不是严格指当某件事发生变化就立即要去做 反而是指当你间慈善机构知道了之后 举个简单的例子 好像当你从消费者事务处到知道 你更改你间注册公司的申请 他们已经批准了 当你接到这个消息之后 如果你那间是中型或大型慈善机构的话 通知期是28天之内 小型慈善机构就是60天 有时你会发觉 你本来需要在某一天通知ACNC 但是你没有这样做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的话 请你立即将变更通知我们 亦有阵时你不是很肯定 究竟是否需要就某个变更通知我们 例如发生了违反ACNC条例 但是你不肯定究竟违反是否属于严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应该尽快和我们联络 让我们可以跟你讨论和帮助你 当慈善机构严重违反ACNC条例 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尝试满足条例的要求 我们越早知道有关的情况 就越容易帮到他们 还有 讲这些事给ACNC知 是完全免费的 让我们做个结论 有四样重要的事 你是需要通知ACNC的 它们包括 你更改你慈善机构的名字 更改你可以公送达文件的地址 负责人有人事变迁 和更改你的管治文件 当然还有的是 如果在严重的情况下 满足不了你的二部要求 或者你改变了慈善目的的话 请你通知我们